鍾瑶 蔡拿威 李佩玉 三位新生代演員首次同框 出席電影海人魚 進軍小螢幕宣傳記者會 不同於一般陸地拍攝 整部戲有大量水底鏡頭 這可讓飾演人魚的鍾瑶 吃了不少苦頭 最困難的除了就是要 讓身體可以承受 沒辦法呼吸這件事情以外 在水裡面演戲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對 對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會眼睛睜開的時候 我們的視覺上是看不到東西的 就是大概前線一兩千度 所以你沒辦法對焦 你也不知道機器到底鏡頭在哪邊 每個人的藝術 藝術家性格都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大家氣很合 一起來完成這個作品的時候 即使是非常辛苦的部分 但是我們其實回想 都還是覺得好幸福 甚至是我們入行以來 最美好的工作經驗之一 這部由導演袁旭虎 帶領水下攝影團隊 精心拍攝的愛情故事長片 透過人魚的視角 發展出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更用宏觀的角度 呼籲海洋保育 及重視原民文化精神 我會看到很多帶去的朋友 都是我的地方 他們自己去 然後他們對於原地大海的保護 或是各方面的 在這個文化都有一些 認知上的不同 這部號稱是台版水底情深的海人魚 完全實景拍攝不用特效 把蘭嶼海底風光盡收眼底 海人魚預計4月7號晚上9點半 在16頻道原住民族電視台全球首播 歡迎大家透過螢光幕 共同關心台灣的海洋生態 凱破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